第二條,現在跌兩塊木板在地上 一個是大一點的CANNON BALL 一個是小一點的CANNON BALL 其實他問你的DEDECTION是甚麼 其實我們看DEDECTION是推斷 推斷是甚麼 其實推斷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所看的觀測 就是我們發現他們兩個球 差不多時間到達地面上面 從這個實驗我們知道 其實的ACCELERATION是一樣的 為甚麼呢? 因為開始的時候U是0 他們跌的高度,S就是這個高度 我們用A,U,V,S,T 如果U是0 他們跌的時間是一樣 T一樣,S一樣的話 A就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推斷 第二條,如果沒有EXTERNAL FORCE 是否UNIFORMOTION 這個就是對的 物理來說是對的 但這個題目來說 就是推斷不到出來的 因為整個過程都是有EXTERNAL FORCE 這個就是WAIT 所以它有加速度 第三條,GRAVITIONAL FORCE 是否一樣呢? 如果我知道物理的話 這個是MG 這個MG MASCH大,那個G大 所以在物理來說 這個也是錯的 所以推斷來找得到A 很容易